今天的信息就是 聖靈帶來持續的更新和侍奉的能力 這個主題都是李牧師給我 我相信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經歷過聖靈 但是又好像經歷完之後 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後果 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或者怎樣用 或者用是用到 不過用得不夠多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講到 怎樣能夠一直持續保持 並且一直用 並且提升 已經用到一個最高的限度 能夠整個人提升 首先我講一個觀念就是 經歷聖靈和聖靈充滿 是兩回事 因為有很多人來講 他就覺得我已經經歷聖靈了 就已經OK 這段經文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段所講的經歷 以創下書的一章一到三字 這裡講到 差一個醫好傷心的人 又說靈在我身上 這個是那個被醫好的人 他的確經歷聖靈工作 不過他只是經歷 但是那個出去為他祝福 而帶來醫好醫治 那個就是聖靈充滿那個了 兩個是很不同的 一個是被醫治的一個 有些人去到聚會 被醫治 被安慰 但是不代表他能夠為人祈禱的時候 帶來安慰或醫治 或者喜樂 他經歷到喜樂 但是當他提升到聖靈充滿的時候 即是說持續跟神有好的關係的時候 他能夠為人祈禱 人會經歷聖靈的喜樂 這個東西是我們經常都經歷的 就是昨天有一個人 他有17年的懼怕症和憂鬱症 那麼在這樣的嚴重的個案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擔保是會怎樣的 我們去到見到他的時候 他的臉是非常之青白 甚至不只是青 是有些灰色的 是說話是非常之慢 是說得非常之嚴重 可以說 當我聽他說話 我心裡有一種悶的感覺 即是看到他這麼嚴重 但是在聖靈的時候 神很特別的工作 他就起落 他說我17年之前 我又很開心 但是現在再一次有這種的喜樂 但是當時的喜樂 只是世上的喜樂 但是現在有一種喜樂 整個人鬆散是很不同的 這個就是聖靈的恩膏在我身上 因為懂得怎樣運作 這個是我們在星期二晚 其實那裡有一張黃色紙 在中間這裏 就是在這個壁布板的中間有少少 那個黃色紙就是這個聖靈的恩膏 稍後我都會再介紹一下 好了 世羅人傳六章六節 這裏說到肥利所行的神跡 這就是他被聖靈充滿 七個執事都是被聖靈充滿的 他只是執事 他不是傳到人 但是他去到 把那些鬼趕出來 爬腿的 得醫治 各人的疾病 得醫治 聖靈充滿是什麼呢 是一個高度與神的關係來的 聖靈充滿 其實聖靈就是神 所以是高度被神充滿 很多人就會覺得好像兩條路 這個就是聖靈充滿的路 這個我們追求耶穌的路 其實並沒有排斥 耶穌去聖天之後 他就差引聖靈來的 有在哥倫多前書二章二節開始 那裏說到 他在你中間 不知到別的 只知到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他就說到只知耶穌基督 但是後面他就說 他就在我所說的話 說到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是用聖靈和大能的名證 即是說到他不是 當他知道耶穌不是 代表只是有聖子 亦都有聖父聖子和聖靈 所以聖靈充滿是一個 高度與神的關係 很多人以為 追求聖靈充滿是一條 另類的路 其實不是的 你就是跟神有一個 很密切的關係 不過這個密切關係 為何很多人難達到呢 是因為他難 是需要心靈的 跟神的相連 是不只是思想和言語 有很多人是 祈禱是口說的 是用腦的 所以他們比較難些 經歷到聖靈充滿的 好了 經歷聖靈充滿 和聖靈充滿的分別 因為用的 好像一個杯 一個杯呢 有少少的 代表聖靈 少少 另一個容器也很大 對呀 動力充滿了 即是說 他又為何心很廣闊 於是神能夠 居住在他心中 更加強烈 更加強的同在 另一圖就是 一粒電池和閃電 哇 很大分別 一粒電池的電 和一個閃電的能力 是非常之不同的 經歷聖靈就是 好像一個電池 也有能力 不過能力不是那麼大 但是當有聖靈充滿的時候 的能力是一路無可限量地 一路加增的 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的聖靈 同在是強烈的程度 有時候我們很難想像 即是我有見過一些情況 和一些聚會的情況 在聖靈裡面的那些人 即時被聖靈醫治 更生是非常之強烈的 好了 我現在說一下一些 我自己本身經歷的例子 第一 有一些很頑固的人信主 曾經有一個幾十年 都說我一直要拜觀音 信佛的 跟他祈禱 他覺得很舒服 他有很多嚴重的病 但是呢 到了他最後一天 還是全日清醒的時候 神忽然提他 他就忽然間 二牧師 為何今天沒有來 其實我已經沒有來了半年 因為他的家人 叫我去為他祈禱 沒有來了半年 然後他忽然間 神就提一提他 他就自己忽然間 說了他這樣的說話 然後他們立刻請我來 立刻來了之後 立刻祈禱 我就問他 在祈禱有甚麼感受 他說很舒服 因為他的病 是令到他很辛苦的 他說很舒服 我說佛祖和觀音 有沒有這樣幫你 他說沒有 我說你信真的 信假的那個 他說我信真的 那麼他就信耶穌 立刻就願意拆口 立刻受洗 很奇妙的 並有一晚他看到 他有一晚 他半夜 他的家人 就看到他看著天 在那裡笑 半夜醒 好像醒 但其實他不是醒 看著天 不是天是天花板 由一邊看著 另一邊笑 那家人 覺得很安慰 因為他大半年 都沒有甚麼說話 因為他很辛苦 亦沒有笑 但那一晚他看到他笑 他覺得他是看到天上的情景 有一些很深硬的人 我們祈禱 當然我都不能擔保 他一定信主 但是我看到有些 有很多人都向他傳方 是很深硬 但是當他經歷聖靈的時候 他就改變 他就信主 另外癌症醫治 在175356 你會看到一個癌症醫治 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再問他 他都說 那個依然是沒事的 那他來見我的時候 他都去很長途的火車 來到 他聽到有聚會 他就來 那麼他就說 他就 驗到是有乳癌 並且他的胸部 是痛了一個多月的 那麼在聚會的時候 他就 聚會之後 他就叫我為他祈禱 那麼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很投入 這個人很投入 其實很重要 聖靈的工作 一定是當人很投入 去愛主的時候 當人很投入的時候 他整個人充滿喜樂 那麼我手就按著他肩膀 他就說 我覺得 好像有壓力 壓住他的胸口 那麼他以為有姐妹 為他按手 那麼他看著就沒有人 然後他就感覺一種 黑色的力量 在胸部那裡離開 離開之後 他的胸部就沒有再痛 然後他回去鄉下 去驗的時候 醫生說就沒事了 那麼就真的 我們聽到都是非常之驚訝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很驚訝 我時時都很驚訝 1月13號 沒多久之前 我們有一個 來到我們星期二晚 這個聖靈聚會的人 他告訴我 1月13號是他的紀念日 好像他的結婚紀念日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女兒四年多都失眠了 失眠了 甚至他有年多 回不到大專的學校 停了學 他就覺得很沒有盼望 變成一個女兒 經常睡不著覺就哭了 很大聲哭了 弄到他都很受影響了 然後他就來到我們的聚會 他當然不是這裏 是之前一年 祈禱的時候 回到他的家 他第一晚開始睡覺 然後越睡越多 後來回到學 他現在快要完成他的大專課程 所以他後來告訴我 他說1月13號 是我記得的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就是我的女兒 好像有一個新的盼望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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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就是聖靈帶來 真是很大的 很大的祝福 我見過中風的 動得很辛苦的 然後跟著是很順暢地動 說話 說得很順暢的 說得很順暢 腿走路不方便的 眼睛蒙的 有一次我去宣教 有一個人 他說1年之前你來過 那時祈禱眼睛清 到現在都清 故意他回來告訴我 就是神是很真實的 失眠得醫治 或者重担釋放精神病改善 我見過一個19年 狂躁抑鬱症的人 狂躁抑鬱症 引致他 他說他大約中午才起床 但起床之後 他就與梳化連為一體 他形容很特別 就遷就一個梳化來睡覺 就是整天都在一個床 在一個梳化裡 靠在那裡看電視 他的人生就是這樣 狂躁抑鬱症 是由他生了兒子之後 產後抑鬱症開始的 他覺得很無盼望 就有人介紹他去到我的聚會 在他聚會的時候 他就充滿喜樂 他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他就回家的時候 覺得天很光 天很光 接著他就去買菜 然後他就走斜路 平時他一定坐的士 那天走斜路回到家 然後回家煮飯 他家人覺得很驚奇 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忽然間煮飯 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 其實我每一次見到的時候 我都很驚訝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這些 因為有很多人 我們接觸的 是牧師接觸不到的 是需要你去接觸 你去幫他的 當然你可以請牧師來 但是你直接第一個幫他 亦都給你信心 你可以做更大的工作 其實如果我講這些故事 有很多 有一個人 因為他媽媽有病 他很辛苦 這個人 他是住一個非常豪華的家 不是在香港的 車子入到他的家 他家要逛半分鐘才到他的門口 他裡面的廳是有好幾個廳 很明顯他的家人是做生意 很多客人來到那裡 但是他說我很辛苦 他說他要吃什麼呢 吃燕磨 但是他都不可以餵 我們說要祈禱他經歷聖靈的工作 然後後來他要送一個小孩回家 他途中看到天很光 忽然間很光明 他回家非常餓 他就在家找了麵 下來吃 他說那些麵比燕磨還好吃 因為他十天都吃不到東西 是不開胃吃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他吃到那些麵 覺得很好吃 我想說 我們真的將人的生命改變 這是聖靈的工作 是很奇妙的 我希望緩醒大家的心 我們都可以的 你和旁邊都說 我們都可以被聖靈充滿的 我們都可以為神做這麽大的事 哈利路人 還有呢 喜樂取代憂鬱 很多人很辛苦的 很多人我見過 很多人很不開心 我見過一個人 他的丈夫死了 他很憂傷 他來到我們以前的教堂學彈琴 我教他彈琴 有個委祈禱 他裡面笑出來 其實這個情況 我們見過很多很多 即是神的喜樂 或者有些人見到耶穌或者義仗 或者願意受訓練和侍奉神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不只是他得幫助 他願意侍奉神 或者侍奉的人 而重生得力 其實我都幫助不少傳導人 其實有些傳導人就在網上見到我 或者有些就是某人介紹 那他就找我 說到他自己怎麽樣沒有力量 或者他自己侍奉的仇沒有枯乾 侍奉找不到方向 侍奉沒有果效 那時候有聖靈充滿 也是很大的提升 所以聖靈工作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記載這件事 不僅僅有聖靈工作 一定需要聖靈和處理生命 整個生命毀身 跟從神 才會有全面性的 跟從神的路向 好了 聖靈充滿可以帶來什麽呢 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自從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隨時隨地一想耶穌 我裡面已經湧流起來了 以及隨時可以湧流神的愛 隨時可以想到神的愛 整個人被愛的感受 整個人有能力經過 所以我不會有枯乾的時候 我一覺得累 一覺得疲累 覺得有任何影響我的情緒 我立即祈禱 即時有力量 大家都可以 但有很多人不是的 其實很多人的習慣 一起來又要上班 很多事情要做 一看到很多事情要做 立即煩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有時看到家人要吵架 或者他吵架 你很難頂 然後你又可能跟他吵架一份 覺得很辛苦 其實這些是很多人 常常的生活的狀態 在我們的課程 我們都很多時候 去輔導我們的學員 很多個都講過 生命裏面有很多的困難 而神真的可以幫他們 其實有一個觀念 我希望大家記實 因為很多基督徒的觀念 就是什麼呢 我一條路是跟神 一個是跟世界 我兩條路都可以 但我想告訴大家 聖經講給我們聽 是什麼呢 神做我們是為主而受造的 我們只有一條路 就是跟神相交 如果不跟神相交 就必定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心靈啊生命啊 裡面一定有問題的 唯一的方法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全面性行神的路 第二就是隨時可以經歷神 靈命更生 整個靈命翻轉 聽到神的聲音 神指示他 以及帶著能力祝福人 就是他自己跟神有密切關係 並且他能夠隨時祝福人 我們去宣教 經常都是一種 是一種很大的鼓勵 我帶人去宣教的時候 我的目的是希望他們 自己有信心 將來他們自己出隊 我帶人跟我一起 在香港裡面服侍的時候 我亦都是個目的 是希望跟我一起去的人 學到之後跟著用 我的目的是 在這個世代興起更多的人 聖靈充滿是與主有親密的關係 這裡講到就是 聖靈充滿帶來什麼東西 第一就是與神有密切關係 高隆德前書六章十七字一起讀 但是與主聯合的 這件事與主成為一靈 其實信主的人都是與主成為一靈 不過每一個人與主成為一靈的程度 是很不同的 大家想想你今天祈禱有多少呢 如果你不是回崇拜 一天祈禱有多少 有些人祈禱只是幾分鐘 祂與神相連就是幾分鐘 雖然其他時間祂都是屬於耶穌 但是祂的生命很少 被耶穌更新改變、掌握的 高度與神相交的 就好像 聖靈充滿帶來的 十章和十九章 大家可以回去看 聖靈充滿帶來的 他們時時一直在讚美神 然後他們受感說話 當掃落去到他們中間 即時受感說話 就是一個高度的 強烈的與神的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聖靈充滿 就是神與祂極度高度的同在 不只是知識的 很多人以為信耶穌是知識 或者聖靈充滿就是我聽話 當然有聽話的成分 但不只是知識 是一個靈裡面 與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第二就是隨時可以經歷神的 一起讀羅馬書五章五節 因為所慈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敲冠在我的心裡 通常人都是很缺乏愛的 今天是情人節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家庭的愛不夠 情人的愛不夠 很多人都很需要愛 所以有人愛他 是很被吸引的 而我們神的愛是永遠不改變 是貼著我們的 是每天能夠叫我們 跟神的愛隔著的 但是往往很多人 覺得神的愛太遙遠 太空泛 但是當你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你是可以隨時去經歷聖靈 但是我亦都有一連串的教導 教導人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其實你上網看YouTube 葉牧師 你就會找到一些我教導 因為那些比較詳細的教導 怎樣天天享受神的愛 你享受神的愛 你先有能力活出神的愛 才能夠去愛神愛人 所以第一就是能夠享受神的愛 待會在服侍祈禱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神的愛 但是必定要保持 好了靈命更新 《聖靈愷記上十》就是我講到 中间就被圣灵感动 我希望大家都 尝试你的周围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尘事亲近神 神的同在与你同在 你就会将神的同在 带到给你周围的人 还有更多听到神的声音 《施罗人主义2章17》 这里讲到神的心耀 很多人以为 圣灵充满是有些人的 但其实圣经是告诉你 是所有人的 一起读一下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宵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语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义仗 老年人要做乙梦 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 神说 我要将我的灵宵灌 凡有血气的 到底这个宵灌是怎样宵灌呢 接着我们就看到 其实之前看到 怎样圣灵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受感说话 即时是说谎言 接着就记圣经记载 就是他们怎样带着神的能力 彼得走过路边的人 都得到医治 彼得见到那个坦路的人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叫你起来行走 他就起来行走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带来的后果 肥利 也去到撒玛利亚 保罗也将神的恩典 带给很多人 这是神的心意 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 基督教就变成一个只是听道的宗教 一个单是听道的宗教 一个道理的宗教的时候 人的困难得不到帮助 他们就觉得只是一种道理来的 但其实基督教是跟所有宗教不同的 是一个正 从神而来的正面的能力 是大有能力的能力 这个世界上有邪的能力 那些无术那些有邪的能力 但是基督教是一个正的能力 就不是单是一个思想模式的宗教 是一个活着的 活着的真神的宗教 那你就会能够 说而言结异像作而梦 就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这个是神的心意 所有基督徒 其实每个都听到的 为什么每个都听到呢 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声音在里面提你 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 第二个声音就是 当你听到和看圣经的时候 神会跟你讲话的 会感动你 这个又是圣灵的声音 但是有更多的 神会感动你做某些事 但是你越和神亲密的时候 你就越听得越多的 而且会带来心灵医治 其实这个世代很需要 很多人都很孤单 很忧伤 其实这个是一个忧伤的世代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 真的很多父母很忧伤 很多子女都有她那种孤单感 这个世代是一个真的很困难的 那些年轻人都觉得 常常都很闷 很孤单 也都是拒绝神 因为很多时候 也都因为父母 不懂得帮他们经历圣灵 当子女经历圣灵 他们对于神 是会更加喜欢的 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的父母 是非常重要的 你天天为你的子女按手祈祷 你经历圣灵 他会经历到圣灵的工作的 我为了很多小朋友祈祷 他一样是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散爱和喜乐的 以赛书61章1到3节 里面又讲到主由灵在他身上 接着带来什么工作呢 治好伤心的人 很多伤心的人这个世界 被老的得释放很多人捆锁的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很多悲哀的人 还有不开心的人有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可以做的 但是很多人经历圣灵 只是在某一个聚会经历过医治 自己经历过 但是没有继续持守 或者怎么样带到给别人 也都有时怎么样呢 当你知道你不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你觉得好像跟神的关系 好像有些人的信仰 好像麻木了 就已经不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好像一种规条式 好像星期日要回来 星期六月要回来 只是要回来 要祈祷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是被圣灵充满 是没有一个活着的 跟神的关系的 还有圣灵加强我们全福音 罗马书十五章十八字一起读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祂值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其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帮人信服 在这里讲到 很久提祂值祂的言语作为 是什么作为呢 就是神迹其事的能力 和圣灵的能力 使外帮人信服 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经文 有不同的经文 在高龙多词书二章二节开始 都讲到 不是用智慧委冤的言语 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都是告诉我们 圣经的传福音模式 是有神的话语和圣灵工作的 这个是神的模式 神就给了我一个 我给了一个名叫做 经历圣灵报道法 其实有很多人在用的 就是为人祈祷的 那些人很感动 经历神的工作 跟着他带着圣耶稣 就是基本上这样 但我会有一些步骤出来 稍后我会讲一讲 那为什么有些人经历圣灵 先讲到就是 经历圣灵有什么益处 我们再看一看 第一就是 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第二是随时可以经历神 第三是灵命可以更生 是有活泼的 更多听到神的声音 会带来自己心灵医治 也都带来别人的心灵医治 还有加强我们传福音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没有这种的能力呢 或者经历过之后没有呢 那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没有处理生命 它里面很多忧屈 不开心烦恼 其实这个是 很多基徒的自然生活模式 自然生活模式 被人骂就不开心的 多数基督徒都是的 被人骂就不开心 就烦恼了 或者家庭里面 很多时候骂家就会不开心了 就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得胜的 就是没有想到可以得胜的 或者上班的时候 是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受影响的 这个是很多人 没有处理他的生命药 周围的人影响他 情绪 负面的思想 潜意识 其实很多人的潜意识是不健康的 你怎么知道你潜意识不健康呢 你发的梦也会知道 发的梦是显示出我们的潜意识的 如果你的梦是有惊慌的 是有忧虑的 伤心的 压力的 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 是有这些因素的 还没有释放到 其实我自己以前 我发很多恶梦的 因为我小时候开始 我家里有很多打闹 所以我小时候开始 发恶梦是很多的 但是现在可以完全医治的 这个是神真的可以医治我们的 潜意识里面出来的是 喜乐是平安的 还有怎么知道这个潜意识呢 就是随时有什么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立刻的反应 是一个智慧的反应 保护自己的反应 电波的反应 这个也是潜意识里面不健康的 或者立刻想到 那些人是不是不喜欢我呢 那些人是拒绝我呢 我都是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潜意识的反应 如果潜意识里面反应是不健康的 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需要医治的 我这里写一集 你可以去找YouTube 找叶牧师和轻松得性 是一连串的教导 关于如何处理生命的 第二就是没有加强性 圣灵充满了 就是圣灵充满 就是他只是经历一下 在聚会经历一下 接着就没有提升的 这个是需要持续的提升 第三呢 没有心跟从神的旨意 就是觉得神的旨意太高超了 太高级了 不是我的 那这种的心态 也都是 就是有时人是会有这种的心态的 好了 那我现在讲讲神的心意 这个很重要 圣灵充满是一个高度的 他跟从神的心意 不仅是信耶稣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大家我想都很熟悉这个经文 我们不会读了 这里讲到我们怎样可以 测验神的善良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呢 有三样东西的 第一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看到 可以跟我一起读 是什么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 这是第一的 就是将你的生命献给神 第二是什么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第三 只要心意更生而变化 三方面 将身体献上 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 察验神的善良 顺存 就是完美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喜悦的旨意 是指神喜欢 和我们都喜欢 你都会喜欢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这样想 他说 哎 神为我预备 如果神为我预备 那个太太 可能是很牛豆的 就是太熟灵了 我想要一些好玩的那些 好玩的那些才有趣的 才好的 就是有很多人以为 我自己的 找我自己的路是最好的 其实 很多人以为 他自己的智慧比神更加高 或者 他的乐趣会比神更加高 其实不是的 在神里面是很开心的 在我们的最后 是常常都 开心 是常常都笑的 神可以令到我们笑的 喜乐的 是活在喜乐里面 不是活在辛苦里面的 这个计划 神就给我一个这样的意念 当你完全走这个 神计划 就是A计划 但事实上可以告诉大家 很少人行A计划 我们都曾经失败过 有时失败也挺大 以至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走出这个A计划 当我们不走到A计划 我们一直犯罪 或者同一个不信的人结婚的时候 一直下跌 BCDE一直下跌 或者没有心走一阵的计划 也都走不到A计划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悔改走一阵的计划 升高的 是可以提升到一个高度的计划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相信这个计划是最好的 不要觉得自己的计划是好的 事实上人的计划 往往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以倡书55章9节 我一起读一下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你的意念 世人是走起世人的路 世人的路是怎样的呢 哎呀有事 好烦啊 哎呀不开心啊 担心啊 不知怎样算啊 前路是怎样的啊 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这些说话 经常都听这些说话 怎样算啊 哎呀很多很多弊异啊 很多人的生命 就在人的路 但是神的路是怎样的呢 神是掌管一切的 他有足够的能力 譬如约瑟有一个例子 约瑟被他的歌出卖 他应该很优秀 很不开心 但约瑟去到呢 他也说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他就有神的同在 他整个生命提升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 在痛苦里面 依然走在神的计划的人 结果他能够成为宰相 神会提升我们每一个 我们未必做宰相 但是呢我们会提升 神会使用我们 其实跟着我们的团队呢 我们去服事的时候 他们都发觉 很惊讶神的工作 当我们一路做一路做的时候呢 就对神越来越有信心的 时时会看得到 哇 我们都可以做更大更大 所以有宣教的 他们都会跟着出队的 那我鼓励大家 真是你放心进入神的同在 进入圣灵的充满 走这个高度的计划 走这个高度计划 我分享给大家知道 我真的我有烦恼 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神一定有奇妙计划 一定有奇妙安排 其实我的生命 是遇过很多困难 你不要以为我凡事 都本来很顺利 其实我是一个经历很多困难的人 但是在我很多困难里面 我不断倚靠神 我不断亲近神 我就相信神一定会帮我 神是一直提醒我的 在我曾经很困难的日子 我说不用怕 我自己跟自己说 不用怕 神一定有出路 我曾经在一个受压的状态 但是呢 一直相信神的计划一定成就 神一直一直现在是为我开路 一直一直我看着 看着人们的改变 大家都可以的 我想告诉大家 我说你走这个很好的计划 你想要走这个很好的计划 你跟教理人们说 我们一起走这个最好的计划 我们一起走这个神的计划 我们一起走这个神的计划 你是不是走这个计划 很多人不是的 还有《科罗西书1章16节》 我们是为他做的 为他做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这个麦 这个麦是为什么做呢 是要用的 比如这个麦不是这个用途 走去自己做自己的事的时候 他就发挥不了 他想去做另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发挥不了 他只留了一个功用 就是一定是做麦 他不做麦的时候 他失去了他的意义 我们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走神的路 神要走的 神要做我们的 他有一条路 如果不走这条路 结果呢 结果就是自己走一条路 是红笛和没有意义和失去人生的力量 会有很多的烦恼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 做人也有很多困难 好像以往的日子 如果以往日子重复几次 就是你的生命的写照 你满不满意呢 如果你以往一生 到现在为止所做的 继续重复下去 是不是你想你的人生是这样的 其实你可以高度的提升 因为神为你预备是非常好的 还有你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一切加给我们 我们就会无不覆的 神就会将很多恩典赐给我们 是很多恩典 我是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但是呢 神给我是很富足 神给我的机会 有一个学舍学位 两个石舍学位 有我学到很多东西 弹琴 吉他 打鼓 唱歌 大令敬拜 圣灵充满 港道 各样的提升 神都给我的高度的提升 我希望大家相信 你都可以的 你想想要这些神为你预备的东西 其实神为你预备了 很多财富的 不过很多人呢 就拿一粒仔补石就够了 一粒仔就够了 其实还有更多的 当你祝福人的时候 就非常好的 为什么很多人得不到呢 因为他有个信仰分裂症 有些人是这个精神分裂症 这个信仰分裂症 就是说 我有我计划 我的享受 我的意思 就是整天都想到我的意思 那他就说 我有神就给我们天堂 接着我的意思 这个就是信仰分裂症 就是 只是信耶稣 是上天堂的而已 其他呢 就是心想事成 我想的 但是神就告诉我 不是的 神有个计划 神是为我们每一个人 预备好一个奇妙计划 不会在自己 不会在神的计划 是什么呢 好像优人 优人要在泥那里 捐下捐下 很辛苦 很多烦恼 怎么呢 靠自己 本来担心忧虑惧怕 是不是 本来担心忧虑惧怕 很少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 越是担心 越是少祝福 还有为生存而生活 就是只是赚钱 可以生活 注目在自己的身上 整天都看自己 哎呀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然后呢 最后结局是浪费生命 其实很凄凉的 但是会在神计划 怎么样呢 时时信靠亲人神 尊重神 从神得力 得到神的祝福 有信心为神发挥 祝福很多人 同时自己得到很大祝福 你想不想是这样的 神的祝福是最好的 在你以为做不到的时候 神会为你预备更美好的路 有四种基督徒 有一种说 我不想跟神的话 只想得救而已 紧紧得救 想到天堂就可以了 都有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 牧师 考试要六十分合格 我只想紧紧合格 上到天堂就可以了 你告诉我做什么 其实这样就很危险的 有些人就说 你叫我做什么 我都不需要的 第二种 用自己的方法 跟神的计划 这样就很危险的 有时有些人 做很大的事工 不过他为自己的荣耀 这样的时候也很危险 因为他做的可能是草木和佳 可能是烧光的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就是自我很大 第三用神的方法 和心态跟从神的计划 就是用神的方法 但是第四 就是这个第三已经是好的了 第四就是受训练 有策略性高度跟从神的计划 就是说是一定要受训练的 因为一个人 我们不懂得自然地在圣灵运作的 我们一定需要受训练 一定是要有策略 要从神那里去领受策略的 这样的时候就提升 一直提升的 那怎样被圣灵充满呢 怎样可以得着和保持呢 第一就是恨乎罪 求主赦免和离开罪 罪是很有破坏性的 一定要恨久 恨久的恨乎罪 第二 很喜欢圣经和用圣经 有些人经历圣灵 他们就常常喜欢圣灵 不喜欢圣经 但其实两样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只有圣灵 没有圣经的时候 我们做不到神喜悦的事 所以我们其实要看圣灵 是很多好的地方的 第三是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我相信神很喜欢我的 很想充满我的 西方的书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是很喜欢我们的 很开心见到我们的 所以我祈祷的时候我就会说 多谢耶稣 你和我一起 哈利 我是非常享受的 但有些人祈祷 神啊 你去哪里 神啊 我好惨 我有很多苦 那些困难好多 快点快点来解决 那些人祈祷 神啊你何时理 那些人的心态呢 就是觉得神很远 是没有信心的 其实神是整天都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们的岸神 我们的身上祝福我们的 第四了 长时间用心灵敬拜 赞美这个呢 就是圣灵充满的锁示 就是用心灵 整个灵魂 整个灵魂爱慕神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锁示 那样东西是需要学的 那怎样 怎样可以圣灵充满呢 心灵的祷告呢 就是必然有思想 整个思想 认同了圣经 全现圣同圣经 和整个意志跟从神 和整个感情 我整天跟神有很有心的感情 我很喜欢神人 其实我很喜欢见到人 我很喜欢见到人和人在一起 但是当人分手的时候 有时候分手 那我自己这个人的时候 我很喜欢的 为什么呢 我立刻就会有一个爱好神 我立刻就会享受神 我很享受的时刻 虽然我见到人一样在爱慕神 但是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专注一点 我是很喜欢的 所以譬如一帮人在那里吃饭 接着我入手间 我一路入手间 我就在那里享受神 我是很喜欢神 我觉得神是非常好的 就很简单 喝水 都是很舒服的 你看到我喝水 可能你想起自己喝水都是舒服的 大家去试试黑文雅 黑文雅 放松的人 放松的人 深呼吸 两三下 好了可以分眼了 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舒服轻松 其实很特别的 神做我们的身体 神做我们的身体 你就是放松 已经很舒服的 这个是神的创造 这个是出于爱的 所以我们要欣赏神的作为 每一样东西吃的东西 你喜欢吃东西吗 喜欢吗 你吃东西 你欣赏神的 真是神是最好的厨师 你喜欢睡觉吗 现在睡觉好吗 大家都喜欢睡觉 很多人都说睡不觉 睡觉很舒服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 神给我们都是好东西 经历圣灵好吗 好好啊 赞给神的时候很舒服的 是神的同在 所以我希望大家 现在时时都享受神 同神有感情 当你同神有感情 这个是很近心灵的祈祷 当你祈祷的时候 常常都喜欢神 神啊 用一个方法 我有一个讲道叫 大约的意思是 分别恩典和介明 就是时时在恩典 常常相信神在爱我们 神啊 其实我们祈祷的方式 是讲恩典 神在爱我 在爱我 陪我一起 在我周围 怀疑我安守我身上 这种祈祷更加容易的 神在祝福着我 神的爱一直在贴着我 这种方式的讨告 是更加容易的 然后 当我们深信神爱以后 我们就去爱神了 去回应神了 这都是我教导的 好 接着是渴慕 心里面 我去先那里 凡在我里面 都要清重他的圣言 就是讲到整个灵魂 整个人了 我教导的人 就是整个灵魂 心灵 去呼叫耶稣 在心涌出来 有很多人做的时候 就要起落 在从心底处发出 这个就是心灵的祷告 渴慕 好像以丽莎 愿感动你的灵魂 加倍感动我 就是很想很想 其实有圣灵充满一个很大的礼物 这是高度的礼物 在旧约圣经里面 看到是只有一部分的人 是圣灵充满 但是在五旬节开始 所有人可以圣灵充满 但是很多人不珍惜 其实今天是很容易的 你是很容易经历到圣灵充满 你随时请李牧师为你按手祈祷 你可以经历圣灵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去追求 大使命 遵从大使命 神日常愿我们同在 按手祷告是有帮助 只是暂时的帮助 不是长期的帮助 为什么不是长期的帮助呢 你一定要回家自己祈祷 你不要以为按手完回家 你就以后圣灵充满 不会的 只是一下子 按手祈祷是如何呢 是透过这个人 圣灵充满的能力 圣灵充满的能力 暂时去医治安慰释放 但是你一定要回家保持 但是这个起步很容易 就好像你学坦散 有人吞一下 立刻踩到了 同样圣灵充满的按手 我在1998年一次的按手祈祷 我就经历神的爱 很大的爱 好像电流涌入爱里 感动得不得了 我就说 神啊 原来我可以这样经历你 我从那天开始就很多祈祷 就是一次祈祷推一推我 祈祷推我跌倒 就是说 好像铲铛车推一推我 我就向前去了 那我就 第一个意念就是 我要跟神有这个密切关系 第二个意念就是 我都想好像祂那样 能够祝福很多人 其实你们都可以的 还有处理生命了 就是说 所有的 忧伤啊 烦恼啊 这些一切都要处理 我们 上上活在一种平安喜乐的状态里面 很多基督徒呢 是被绑绑 他不知道的 绑实了 好像大杂蟹那样 是不能动的 为什么呢 软弱啊 负面啊 懒惰啊 这个最多人的 手机啊 游戏机啊 内疚啊 无心啊 拖延啊 绑绑着 而不自知 不知道啊 一世人被魔鬼绑着 以为自己很好 每个星期都要上教堂 以为很好 但到有一天要加上这条神 你有什么要交给我啊 哦 忘记了啊 又忘记带来那些武器了 有很多人 忘记了我 我过个星期就上教堂 不是吗 上教堂只是领受恩典 这个不是 当然你可以有果子的 你的奉献是果子 你的爱慕神可以有果子 但有很多人 在一个很随意的状态 来到神面前 我希望大家 不要被狠绑了 圣灵充满提升各样的侍奉 第一 人会容易经历圣灵的时候 更加容易信耶稣 我真的带过很多人信耶稣 那我都 其实有机会 我都可以讲这个 经历圣灵暴露法和示范 大家可以带一些人 有机会的时候 如何安排 为他们祈祷 带他们信耶稣 更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 可以带来身体的医治 心灵的医治 令敬拜可以进入神 强烈的同在 令敬拜可以不是单是唱歌 而是带领一些人 经历圣灵的 在分享和讲道的时候 带着火热的心 轻散的心 轻松的心 还有在任何的事奉更加有信心和能力 做什么都更加有能力 并且进入这个荣耀的领域 这个荣耀的领域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经常上天堂的 我都知道有两个去过天堂的人 是经常会去的 其实有另一个我又见过 之前有一个见过 很多人他们在祈祷就进入 去到天堂的领域 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侍奉的模式 他们在罪会带人进入天堂 有些人会进入天堂 就是一种高度的同神的关系 但人一定要受训练和熟习圣灵的运作 不是个人可以就这样 经历 今天按手完略就运作不行的 一定要受训练 自己有渴慕神同在的心 还有知道怎样带动人渴慕 还有知道人有什么难阻 怎样帮他取得难阻 就是让他的心投入 第四 知道怎样带圣灵的聚会 充满圣灵的能力 知道怎样继续 譬如有人祈祷 何时祈祷何时停 这都是圣灵带领我们的 怎样建立人的灵命 都是神可以使用我们的 这个经历圣灵法 我就不详细讲了 指的大约是什么呢 你为人祈祷 他经历之后 你问他 在祈祷中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平安 轻松 那你就告诉他 这是耶稣所说的 耶稣叫重担的得释放 又给我们平安 医好伤心的人 神这么快祝福你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他说想 那你就带他去信耶稣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想学 你上网看YouTube 我有这个经历圣灵报道法 这个圣灵恩灵序会 就是我们每个星期有 其实是一个聚会 和恩高侍慌 训练课程 聚会就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来参加聚会 都可以的 那这些也是一个 训练各方面的 那训练几样东西呢 大家一起读一读 好吗 全福音提升灵明 处理生命 辅导 圣灵恩高运作 包括全福音 建立灵明 释放 心灵及身体医治 带领敬拜 带领圣灵恩高聚会 各样乐器 声乐 神迹性侍奉 分享 令茶经 讲到宣教 小组 圣经神学 什么都有了 就是事奉 什么都有了 因为我是 是一个 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教神学的 我很想续续续传递 那这个是一路 我是希望一直持续下去的 一个事奉的训练 那其中一样的就是辅导了 辅导 你未必做辅导员 但是你随时跟人聊天 就可以立即辅导的 在小组去辅导 有人讲到困难 你立即设计辅导 这个是其中一样我们训练的 还有全面性的事奉 那是怎样被提升呢 第一 天天饱得神的前 我一定先的 先有神的爱 第二 深信和应用神的应许 整日深信圣经的应许 第三 被圣灵充满 然后处理生命中各样的问题 然后接受提升生命的训练 然后有策略性去发挥 那我们的事奉训练课程 也都带大家出队的 带大家出队的 就是这里 在这个地方 每个礼拜二晚七点钟 但是我们的闻徒训练 五点钟开始 我们有三十多人参加闻徒训练的 是有两群的 一群就是在星期二晚 另一群在星期三晚在大围 都是建立人 去被神使用 这个右边就是古代的武器 古代的兵 左手边是现代的战斗机 一架战斗机 可以打赢多少个人 很难想象 一个人有圣灵充满和被神训练好 就好像战斗机 打魔鬼打得很厉害 但是一个很多基督徒就好像步兵 有果效 不过果效小很多 有很多人传方传极那些人信的很少 但是当你有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根据他的需要的时候 果效是很不同的 有四种基督徒你可以做其中一种 很多人说我做第一种就够了 第二种都可以了 就没有去第三、第四种 第三种都很好的了 已经很大 但是他不够训练 不够策略的时候 他的提升是不够多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今天的信息 是对你的心说话的 我希望你都对你的心说话 你对你的心说话 喂 我的心啊 我的生命啊 到底你想怎样呢 很多人都不想了 没什么所谓了 听完这种就算了 我现在趕着出去吃饭了 快点吃饭 不要说那么多了 可能有些人的心就说 我都是照原状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 会回应神的呼召 真的回到神面前 我请大家在这个座位 站起来一起去祷告 向神去祷告 求神去感动我们 听完天父 我们求求诗 是你感动我们 神来你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都有奇妙计划 已经写在天上的策上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日 已经写在你的策上 神来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奇妙计划 但是很多人以为 我们自己比神更加聪明智慧 用自己的方法 走我们的路 结果是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问题 有时我们以为 我们经历过圣灵 已经够好了 但是其实 经历只是一个被动的经历 只是一时的经历 并不代表 我们以后保持圣灵的充满 当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会提升 我们会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们见到人就祝福 主要求你祝福 怜悯 恩代我们每一个 感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看到 我们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每个星期 可以带人信主 或者是灵命更生 我们每个星期 可以帮到某些人生命改变 我们的生命 一生人 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会有可能千万的人 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得到祝福的 主要求你帮我们看到 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 很空虚 很痛苦 他们没有耶稣 或者他有耶稣 但是他活不出 这个神的封城的生命 求主要你私恩 或者甚至我们自己都是这样 我们活出神的奇妙计划 求主要你私恩 帮助我们 知道有一条路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抗拒神理的计划 不要抗拒神理的计划 不要抗拒神理的心意 就是所有人被圣灵充满 神说 我要将我的灵 销灌 凡有血气的 凡有血气的 神都想充满我们 求主私恩怜悯我们 让我们真是回应神 回应我们的造物主 神做我们的心意 求神你向我们 每一个的心讲说话 也都求主你帮助我们 自己向我们的心讲说话 让我们的心对神有满意 让我们的心不要干硬 求神你软化我们的心 在这一阵软化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说 神啊 我需要你 神啊 我不想再用自己的方法 走我的路 我不想再在世上 在那混来混去 只是想解决我面前的困难 只是经常被困难困扰 求主你的灵感动我们 求主你的灵燃烧我们的心 求主向我们讲说话 在我们今天在座中 有多少个人 当你听到这个信息 你的心里面 是有扎心的 神会感动你 神会说 你的生命浪费了很久 你愿意给神更大的使用 我鼓励你 在座位举你的手 因为神啊 我愿意给你更大的使用 请你 在座位举你的手 你向神举你的手 让神感动我们 让神激励我们 让我们不要只为自己而活 让我们是为神而活 让我们知道前面的路 是可以更美好的 求神的灵感动我们 求神燃烧我们的心 我们不要看到这些困难 觉得好像很难解脱 搞不定的 而是说 跟从神这一切 是不算的什么 所有困难不算的什么 保罗他四面受敌 他不被困住 他被人打 在海里面 被人追捕 但他依然得性有缘 他虽然很多困难 但得性有缘 求主的灵感动我们 求神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 求主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 感动我们的心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感谢天父赞予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灵 我邀请大家 这个时候来到前面 一个开放的心神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耶稣 我们施恩与他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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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来前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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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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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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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es Good Yes 我希望你的心靈打開 整個心靈打開 喵 喵 祝你 祝你 耶稣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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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祝你 祝你 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学想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神 求你帮助我们 祝我们渴慕你 祝我们生活中的渴慕 祝我们渴慕我们的事情 信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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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祝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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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喜悦离神啊 方向我们喜悦离圣过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